他第一次都是我跟他做的手术 还好对不对 你有没有那个呀 有没有伏袋呀 有 把伏袋系起来 画面中正在查房询问产妇恢复情况的医生名叫戴舒兰 是武汉协和东西湖人民医院产科主任 农工党东西湖区工委主委 自疫情发生以来 戴舒兰与他的团队为50多名产妇实施手术 而这其中也包括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患者 年颇生一共是一个 这个新冠肺炎的话 有医的然后其他的就是疑似的呀 产妇来了 如果是发烧的话 那我们咳嗽有流行病去死的话 我们就到法人门诊 感染科下面那个法人门诊 在那去做CT和声检测查血 然后由专家走来评论 就是确诊还是疑似 或者是排取 然后如果是症伤的话 症伤的润场来了以后 我们就是也要查CT 血伤规 然后在24小时内也是要完成 完成这个核散的检测 作为武汉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协和东西湖人民医院经常会收治 转院过来的疑似新冠肺炎的产妇 1月27号 医民怀孕33周 后被确诊新冠肺炎的孕妇 经过剖腹产手术顺利生产 作为此次手术的主导医生 戴舒兰记忆犹新 我们逐月是40周 早期成熟的时候37周 它才33周 病情很重 呼吸困难 然后说话都是在呻吟 我就考虑到 如果是毛毛要不拿出来的话 那么妈妈的病情再继续恶化 也不好用药 其实从开始来说的话 我最多考虑的就是 这个妈妈和这个胎儿 根本没有想到 我自己怎么样 手术时 由于穿戴厚重的防护服 护目镜和手套 戴舒兰不但视野受限 动作也变得沉重缓慢 抛宫阐述手术的时间 比正常情况的时间 延长了一倍 经过两个多小时 手术顺利完成 母女平安 戴舒兰十分欣慰 新长人拿出来也蛮好 这就是这个妈妈 情况也都非常好 做完了以后 的确就紧张 那个时候本来就是 疫情很重的 这个最重的时候 我就心想 我这怎么办呢 我到哪去呢 我就想 还是到酒店去吧 就到酒店隔离 要十四天 就是两点一线 手术后 戴舒兰怕家人担心 并没有告诉他们 后来媒体在无意中 知道了这件事 进行了报道 家人才在电视上 看到了久未回家的戴舒兰 我妈妈也是什么时候知道 就是面对面 我妈妈天天看 她98岁 到现在很清白 她就是每天看这个疫情 但她不知道 就是董倩采访的时候 她才知道 知道我哥哥嫂子说 她怎么说 她就说 只要说这也好 就行了 孩子以前的 我的妈 我妈一直就是这样教育 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 我都没见到她 尽管很想念家人 但戴舒兰和她的团队 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每天除了在门诊接诊 病房查房 手术时手术 她还要往返传染科会诊 现在她还建立了孕妈妈群 为了确保孕妇随时与她沟通 她的手机24小时在线 这个群并且已经公布了我的电话号码 每天多则四五十个电话 少则上十个电话 都是这样 再加上微信群里面 我有时候是两三点钟 都在回答他们的问题 我们只要说一句话 对她就是一个定性丸 我觉得我的价值得到了承认 所以我很爱我这个工作 要说这个疫情完了以后 最想什么人 最想能安安静静的 回到我以前一样 平平安安的 然后工作 今年56岁的戴书兰 已从医30多年 5000多个小生命 从她的手中诞生 疫情期间 尽管每天都是高负荷的工作量 但每当看到产妇及家属 充满信任的眼神 听到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 戴书兰就觉得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新生儿 就是我们的希望 这个疫情来了以后 我觉得这新生儿更加珍贵 从开始当医生的时候 到现在我就觉得 这应该是我们的医德 应该的 所做的一切都是 自己所在 职责所在 我们现在就做的一切好 然后再做一切好 我们再来 INDICT 我一直在《这种食品质人》 就这样